2003年发展25年,国产骄龙战警成功首飞消息,传递大阳南北,镇里一款什么时候赢的飞机,转二难忘,还是三个月,即使这种成为国内巨大军事轮盘的骄龙战。 小龙飞机应该是从2003年的8月25号首飞,到现在已经历时近五年时间,整体试飞过程当中应该是进展还是非常顺利的,不管是性能还是综合作战能力,我感觉说定位应该是一个准繁带。 此时,航空工业向外界透露了更多的信息,这款飞机由中国和巴士坦联合演员,从前进合作到首飞成功,耗语的行举次。 由于当时国产坚实战警人类紧密,有心的人们不由猜测中国航空工业的真实能力。 如果四年时间可以研制出一款三代水平的战役,那么中国的三代役不就无之欲出呢? 事实上,在航空制造领域,没有什么成功是轻而易举的。 在首飞机前,骄龙同样经历了近20年不为人知的艰苦奋斗。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第三代战已成为西方国家装备的主力战斗。 当时,中国航空工业的主要出口产品却是约翼。 虽然经过多次改行以提高进程,作为一款二代战役, 坚持还是检出了老菜,难以满足国际市场的知识。 1984年,坚持的国外用户巴基斯坦向中国航空工业提出了大规模改装坚持出口型分析的坚持。 第二年,巴基斯坦正式发行《配刀二项》, 将中国发出了长达二十多月的照标注。 简单,巴基斯坦需要的是预算全新的战斗, 而且,要求以全新的国际作动模式来举行研发。 这就是骄龙项目的由来。 巴基斯坦按照他们的手法要搞个穷人的F市场,便宜的。 他是想通过这个项目成长他的队伍,成长他的航空工业。 经过无数次谈判磋商, 1989年,中国航空工业终于拿到了配刀二项目, 并改名为超期。 此时,国内并没有适合超期的发动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世界著名的发动机厂商, 普惠公司和罗罗参与了超期发动机的定调。 而著名的美国飞机厂商格鲁门公司则参与超期机体的研制。 超期已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合作模式,但目前, 这些西方巨头的各种理由纷纷推出。 超期项目从此被挂了起来。 当时巴基斯坦方面的意见是中之下, 使用的词是中间的中,而不是中结的中。 一次只差,为超期留下了极限升级。 此后近十年的时间, 航空工业一直没有放弃超期项目, 一直在努力说服巴方重新启动超期的研制, 并对方案进行了多次改进。 最终达到足以媲美三代战级的指标。 但是,在谈判过程中, 巴方一直对我们成熟的技术指标不放弃, 要求有一份书面的详细技术说明。 于是,我国自主兵器的飞机设计手册, 在这个时候顺利的帮助谈判,造出了评计。 其中有一段,就是关于航空编子系统里面, 一个数据总线。 我们把这一段,这个设计是拿个, 嗯,复印一页拿出去。 就是说,我们就拿着这个要求, 进行设计。 后来巴方看了以后,行,我们冲业,很好, 咱们就这么办。 我们中航工业综合所, 所谓飞机设计手的总班的办公室所在大位, 阻止我们行业八百多位转角和技术骨干, 参与此项工作。 飞机设计手的编续, 本身的航空工业成长, 也进行了五十年。 而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中国航空工业的能力, 早已今非昔比。 经过坚实工程锤炼锋锅的队伍, 在满足客户的各种需求时, 已经犹刃犹豫。 鉴于超期的竞争力和迫切的国际需要, 八方终于在1998年正式签约, 重启超期。 F4要买的话, 大概那个时候可能要, 你带着这个背筋, 说明书什么的, 接一起可能要三千万美金。 那么我们超期呢, 牛的希望要八百万美金, 后来是一千万, 现在是一千多万吧, 但是去买当时要便宜多了。 那么对他来讲呢, 还能用, 因为他现在主要对地, 那么这飞机能用, 钱不是很贵, 然后呢, 他的航空工业的承担, 因为他跟印度比的话, 印度比他强多了, 所以他也有这么个情况, 所以呢, 合作差距就成功了。 1998年9月, 当时的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 召集相关研制单位代表齐聚北京, 共商骁龙飞机的研制的运作模式, 最终确定了共同投资, 共同开发, 共担风险, 共享利益的经营模式。 在航空工业的新机研制历史上, 走出了一条市场化的新路子, 既然超期项目, 从内容到形式, 都与当年完全不同, 就有必要为他取个新名字了。 这个显得格外另类的名字, 又是怎么来的呢? 当时, 大家想到, 金石叫猛龙, 而且比他大。 如果是金石是一条大龙的话, 那他就叫小龙吧。 最后, 就取起谐音叫骁龙。 猛龙的威严, 似乎真的给了骁龙好运气。 与以往相比, 骁龙的研制周期缩短了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时间, 而这可是一款三代水平的战绩。 应该是, 应该因为它解带量啊, 航程啊, 这个叫, 航电啊, 各方面都是不错的。 2005年, 航空工业开始在巴基斯坦, 动工建设一条骁龙总装生产线。 今年3月7日, 中航纪公司与巴基斯坦空军, 正式签署了总额为10亿美元的42架骁龙飞机销售合作生产合同, 创造了我国单笔军贸合同的最大金额记录。 现在好几个国家都预想, 从巴基斯坦合同签了以后, 好几个国家都在寻求订户的预想要签合同。 加量, 我预测到骁龙加量就是前期的飞机呢, 主部维生了, 下面应该是骁龙。 因为刚出来以后, 现在已经好几个国家的领域。 我听说有个国家的领域还是数量比较大的, 那么这个几百家肯定是有的。 肖龙在外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然而, 对航空工业而言, 肖龙金负的使命并不局限于此。 我们女人来设想是, 除了跟巴基斯坦合作以外, 我们希望这个事情能提供给我们空军, 要国内能用。 那么到现在为止, 国内用的事情还没解决。 所以其中一个女人其实太贵。 因为就是我们空军来说, 我感觉还是很需要这么一个机型。 不管是从中高搭配来讲, 保持一定的规模来讲, 都非常需要。 这个肖龙飞机呢, 作为这个二代半或者准三代飞机, 如果是能够替换这个前期, 在这个空军当中形成一定的规模, 这个整体的作战能力, 整体的战斗力会提升得非常多。 肖龙战雨不仅是航空工业技术能力提升的结果, 更是勇于开创全新商业模式的结果。 而只要拥有这种创新意识, 肖龙并将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上, 取得同样巨大的创工。